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曉恩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DSE 2013 PAPER II 第30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下面有個圓形圖 顯示了兩家文具店 一家X文具店 另一家Y文具店 在某個月他們的銷售文具所得的盈利分佈 他就問你下面是正確的 先看看兩幅圖 先不要看四個ABCD 他也在講原子筆、notebook、間尺 原筆和其他銷售量 這就是用度數去講 而這就是用percentage去講 而事實上有些銀洞在這裏 這裏有一個FETA 不如先計算出來 如果你拿計算機試後 整個圈就是360度 如果把360度減掉其他角度 即是甚麼意思呢 減過60、減過62、減過36、減過68 減淨的時候 即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FETA 太過細隻了 我不如在這裏寫吧 很明顯FETA減完之後 其實就是34度 可以嗎 又留意一下這邊 每個資料都有這個percentage 是這個K沒有K% 當然啦 整個圈加了100% 那你就把100-16、減過46、減過10 再減過12 你就知道K是多少 減過 Ivy便是一個減過的 減過減 Kesky 減過多少 減過減過幾個 減過幾個 你就可以凝固了 動作減過幾個 減倒幾個 減過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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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下減過幾個 減過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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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Y文具店相同 銷售完畢又是銷售完畢 銷售了10% 而X文具店銷售了36% 你說他們的盈利相同 我猜拋頭 我怎知道他們倆的總銷售額是多少 可能舉個例子 這間是上市公司 他們在做10億生意 全世界的文具都是在他們出產 在他們拿貨回來 10億生意不奇怪 一年做10億生意 全世界都找他 10億生意裏佔36度 360度分之360度分之36度 那是否佔很多錢 說起碼賣完 賣了不知多少億出來 如果這間阿兜貓文具店 原來叫做 阿兜貓文具店可能快要倒閉 整年做營業額都是1萬元 佔10%都是1千元 就是拜拜 怎會兩個銷售額一樣 風茅不相及 所以可以拜拜 好B part B part 說什麼 不過未看B之前 都可以篩走CD 立即看到 K是14 剛才和你計算了 K是16 所以你選這個 除非你按錯機 最後D part FETA是36 我剛才和你計算了 FETA是34 所以拜拜 正確答案一定是B 問題就是為何 選擇給你聽 他就說 In that month 在那個月裡 X的文具店 重銷售 好煩 拿支黃色蟹禮給你 重銷售原子筆和筆記簿 Pen和Notebook 即是筆記簿 就是這個 而原子筆呢 原子筆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他們的盈利 是否少於 同一家文具店做比較 只是X 從X文具店當中 只賣這兩樣東西 的盈利是否少於 少於誰 拿個橙色筆 就是少於這個間尺 還有就是原筆 間尺和原筆 即是Ruler和Pencil 即是問你這個 還有就是這個 他們 就是這個 他們這兩個 黃色的盈利 這兩個加起來的盈利 是否較少於 LULA 橙色這兩個盈利 你算都算到 60度加34度 黃色就是 所以加出來 不如我這樣寫下 好嗎 這個加完出來 應該 這個 對了 這個 這個 嘩 很噁 這兩個 這兩個 黃色加起來 為何會這樣 好 先寫好一點 這次應該可以 加完出來 應該就是 60加34 即是多少 94度 這是94度 但是如果橙色部分 橙色部分 出來的 它會是多少 就是這個 橙色部分 加出來的 道數 就會是 68 再加36 即是 104度 而事實上 你94度的盈利 當然是少於 104度的盈利 所以其實正的答案 就是 B 一定正確的 好了 看看今天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問題 我幫我給你一條 詳細題目 AP8跟你解決了 CD8肯定錯 我試圖 不如一張視角給你 希望可以 不過會小一點 好了 看看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沒有問題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 我們再見 拜拜